欢迎回到音乐玛房 首先要多谢这些朋友 课金支持我们 再一次多谢你们 其他想支持我们的朋友 也可以立即数一下QR Code 有四种方法 信用卡、支付宝、Payme 或者是转数快 记住除了信用卡 其他三个都要走出去 在你们相应的APP上 过了数后才能确认 或者简单 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 你银行的APP上使用转数快 使用转数快 可以直接打入这个号码 就可以直接来支持我们 再一次多谢你们 我看到有朋友留言 觉得我这个打扮好些 我当然要多谢你们 我省了很多化妆的时间 不化妆就是省了很多时间 做很多事情 所以这次先继续这样看 但是下一次就不同了 下一次我们有嘉宾上来 到底是哪个嘉宾呢 我又给你一些提示 第一 他是赢跑台 星岛的马亭人 这是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就是他很喜欢看女生的 我看你们猜不猜到是哪个 立即在留言 告诉我 你猜猜到我下一次邀来的嘉宾是哪一位 明天我们会公布下一期的嘉宾是哪一位 看完之后 你们可以在留言 想问这位嘉宾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说话想和他说 可以在留言 留言 好了 现在就讲回音乐马房擂台战的分享了 我明天就选了 我明天就选了第五场 来和大家分享 第五场我推介的是2号的英雄浩杰 这是一只质身进步的马 刚刚在2月份才开始初跑香港 在澳洲跑了很多短途的赛事 然后来到香港之后都试了几个集 正正上上 做了些程序 然后跑 但是跑了五仗 又试过一千 试过二千 试过泥地 试过泥地 试过也没有成绩 那为什么有什么条件 令到我觉得要推荐他呢 我有几点的 第一样就是 上一次五月份跑完泥地之后 跑得不太好 接着文家梁先生收了他 一路持续地操练他 应该是想让他再好一点才走出来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好 我比较一下 这一次他操练完一轮之后 六月十四日他试过的集 这个集比起初跑之前十二月一月的集 就好多了 无论是跑姿上面 他的速度 或者是他的后劲方面 都是做得比之前好 我觉得有什么不同了呢 除了花多了时间去特别操练他之外 我发现他戴了个眼罩 之前的试集都没有戴眼罩 之前的出彩都没有戴眼罩 但是今次这个集 一戴了眼罩 整个表现又集中了很多 然后今次出赛 也会戴这个眼罩 我很欣赏他用了这个配备 加上他今次的档位也是非常不错的 按照跑法来说 他喜欢放前一点的跑法来计 这个在沙田1000排第九档 其实也很方便到他去做 很适合他这种跑法 所以即使他是比较质身 亦都可以看到他在香港 暂时没有什么表现 我也觉得这一只 有进步这么多的马 其实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现在有整十倍 流上 我觉得拿来做一下 就是PACE 亦都可以 预计他有一个WINPAY的机会 其实也可以 所以就推荐这只 六场二号的英雄豪杰 首先要在这里 多谢各位收睇 音乐马房 和百乐与草猛 有些朋友 用了我们的QR Code 之后 其实未能正式过数 所以在这里 亦都再和大家说一次 如何用 首先当然要素描这个二维码 你会进入一个版面 这个版面里面 你首先要输入金额 可以留言给我们 和选择你的付费方式 如果你是选择转数快 或者ALIPAY 你首先要走出去 在你自己相应手机的APP上 过了数 然后再回来 click可以付款 如果是PAY ME 就简单一点 直接按这条连续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是用Visa 你可以直接按付款 然后按着指示 去输入你的资料 就可以了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你们 你们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 无论看多或少 我们也这么多谢你 那请继续收看 谢谢了 叻姐擂台战 大家知道明天7月1号 又回归又跑马 看完回归再看跑马 大家都有好节目 但是因为明天7月1号 可能会下雨 天文台话 我选择马 都可能要比较適應不同的場地 所以我明天就會看好第七場 6號時事滿意 這一隻馬就是郭冬妮和潘明暉的組合 潘明暉都贏過了,是屬手技工 這隻馬其實就是勝出率很高 在外國就是三戰三截 三戰全勝,香港跑了五次就贏了三次 包括有泥地、草地 外國還有一場遠地 所以如果真的會下雨 香港下雨的場地一般都不會太難 除非打10號風球 遠遠地這隻馬都會適應到 就少了擔心場地的影響 還有我其實說深入一點 我喜歡這些馬 場地適應性能高的馬 就是不需要太擔心很多 因為有些馬就是泥地又不行 跑開好地快地 遠遠地真的會不會跑 也有的 這些馬通常的減息都是大一點的 什麼任何場地都可以適應的馬 就是買下去會放心一點 不用擔心這麼多 還有這隻馬 前速就是比較可靠的 他明天升了班來跑 撿個一檔 那已經適應了 如果前面多一檔 11檔 升班又外檔 我就會不一般的 但是升班撿個一檔 我就覺得可以再搏多一搏 希望師兄大大和潘明輝這隻馬 再贏多一場 大家都滿意 不止時事滿意 直接大家都滿意